女人的身体与智慧神域卡 是一款特别以女性疗愈为主题的神域卡 橘红色系的色调 自体做了抗金的设计 这里呢还有背对着我们的女人 整体排盒是不是感觉很漂亮啊 那作者呢Christine Nostrom呢 她是一位心理医生 那她创作这副牌的初衷呢 是希望能够从女性的角度出发 那为每个女人疗愈 作者呢认为真正的健康呢 只有在了解身心灵是一个整体之后 而且还要停止完美主义才有可能达到哦 所以作者在这副牌当中设计了五个层面 分别是生产力与创造力 伴侣关系 滋养与自我照顾 自我表达 以及启迪心灵 作者呢把主题分得很细哦 让我们在抽到牌的当下呢 就可以针对这些主题做思考 并运用内在智慧来应对生活上的难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哦 这副牌呢是一般神域卡的大小 外盒呢采用的是上下盖天地盒的形式 打开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一本95页的说明手册 以及50张牌卡 好哦 那说明手册呢相当厚哦 因为里面作者呢写满了要告诉我们的话 那看不懂因为没关系 只要手机下载Google翻译APP 打开相机对准文字之后 就可以立刻翻译成中文 那这是牌卡内容 颜色是不是相当的柔和啊 不像有些神域卡的颜色呢 是相当浓烈的哦 女人的身体与智慧神域卡呢 则是采用柔和的色调哦 让我们抽到牌的当下 心情也跟着柔和起来 那图面呢是采用现在很流行的无边框设计 那上面是主题 那下面是数字以及小标题 那要跟大家讲的是 要注意哦 因为每个主题的小标题 其实都是一样的哦 你看我来找给你看 来 你看这两个是不是都是允许以及想象 所以呢你抽到牌的当下呢 要先看到上方的主题 才能够找到对应的牌液哦 好 那牌卡呢采用的是雾面材质 不会反光 那建议是搭配桌布才会方便推牌 那这是牌背样式 是闭着眼的女人 是不是相当好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牌卡内容 第一主题 生产力与创造力 在这个主题呢 是探讨我们最原始的内在力量 生产力与创造力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们都有生产以及创造的能力 就好比一个产品的诞生 一个专案的完成 一个成果的展现 那这些呢都是透过努力创造而来的结果哦 所以呢在这个主题当中呢 作者呢要我们好好的思考 在生产力与创造力的十个面向当中 我们要如何调平自己的信念与思想 才能真正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荣耀哦 这是第一张牌 想象与允许 你看看这个石雕女人 光芒从她的头背后散发出来 她会允许许多的东西进入她的脑子当中 正在想象美好的未来哦 二 准备 这个女人张开手迎接 果然做好了准备 三 结构内的灵活度 四 阶层与伙伴关系 这一话两个女人 一个女人张开手 有另外一个女人在她的身上涂彩 等于就是两个人的合作呢 都是需要彼此的信任哦 五 完美与不完美 六 风险与安全 七 主动与被动 你看看这个女人闭着眼 那影响未知 不知道前方呢是危险还是安全 但是她还是不顾一切的投入下去 果然很有勇气哦 八 清晰接训 九 重整旗鼓 十 完成并继续 接下来是第二个主题 伙伴关系 那这个主题呢是谈到我们与他人合作的关系 不管是在内心的世界还是外在的世界 我们都在学习如何合作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哦 为什么内在世界也要学习合作呢 作者提到了一个例子哦 他说主动跟休息 这两者是好伙伴 那我们在向外扩展的时候呢 其实也要适时的休息 就像一个出外打伤的兄弟 也要有一个人适时的把他带回家休息 而且呢 这个呢 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掌控哦 别人可是做不来的呢 所以内在平衡 也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功课 那外在的合作呢 就更不用讲了 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对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主题的牌卡 这是第一张牌 想象与允许 十二 准备 哇 你看这个全裸的女性往外一跳 果然很有做好准备的样子哦 第十三张牌 结构内的灵活度 第十四张 阶层与伙伴关系 那这里呢 放的是两个小女孩在看书 童年的伙伴关系呢 是最单纯无瑕的哦 十五 完美与不完美 十六 风险与安全 你看呢 这里画的是吹着笛子的杨男 那这个女人呢 回头看 不知道这前方是安全还是危险 十七 主动与被动 你看这个女人手里拿着心 很有把真心覆出去的感觉 十八 清晰接训 十九 重整旗鼓 你看这里的男人 他见心脏上面的锁孔 那像是呢 有人要为他的心锁 重新打开 才能够重整旗鼓哦 二十 完成并继续 接着是第三个主题 滋养与自我照顾 那在这个主题当中呢 我们要学会如何照顾自己 滋养自己 什么是照顾自己 滋养自己呢 我们可以把自己想做是一个花园 就像种子法则一样 那我们的思想以及信念 就像是一颗种子 被我们种在心里或是心灵里头 那最后会呈现什么样子呢 就看你平常是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 以及心灵的哦 就好像呢 我们决心要让自己从负面的状态 跳脱出来 决定不要再抱怨了 所以呢 从这个当下 我们就开始选择自己说话的品质 另一种思考的态度 那当转变了想法 自己的状态也就自然会改变咯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主题最主要的含义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牌面 这是第21张牌咯 想象与允许 这就是牌合上的图案哦 22 准备 23 结构内的灵活度 你看这三个女人呢 站在柱子上面 展开翅膀 准备要开展 很飘逸的感觉哦 24 阶层与伙伴关系 那这里呢 用母亲与孩子来当作伙伴关系的代表 母爱的味道满意哦 25 完美与不完美 这里用的是女人对自己的容貌不满意 那虽然她是笑的 可是就如同我们自己一样 我们对自己的内在呢 一定有很不满意的地方 那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平衡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26 风险与安全 27 主动与被动 这个女人的杀裙好好看哦 28 清晰接训 透过雨水来清理自己 很有意涵 29 重振旗鼓 30 完成并继续 接下来是第四个主题 自我表达 那在这里呢 作者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他说 不管我们平常是不是有意识的在表达自己 比如说可能有人很会穿搭啦 或是有的人讲话很有风格 或是这个人很有个性 我们都要明白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哦 扮演好自己是我们最重要的事 就因为我们自己是如此独特 所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份美好 那就因为我们自己是无可取代 所以自己呢就要有所觉知来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哦 这是作者希望我们能够关注到的事情哦 好 接下来我们是第31号牌 想象与允许 你看这个穿着铠甲的女人 很有为自己捍卫到底的样子 对吧 32 准备 33 结构内的灵活度 34 阶层与伙伴关系 35 完美与不完美 你看这里是不是很有非洲的文化风情啊 36 风险与安全 37 主动与被动 38 清晰接训 这就用音乐来清理一切 39 重整旗鼓 哇 这个女人好有野性感哦 40 完成并继续 那接下来呢 是最后一个主题 启迪心灵 那作者呢 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个主题 是因为我们平常可以透过教育来获得知识 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理解所谓的智慧 那真正的智慧呢 是要靠我们的内在来启发 以及更深入的思考才能够获得哦 所以呢 这也是这部牌的智慧呢 这也是这部牌的精髓 女人的智慧 那当我们正视自己的身心的时候呢 真正的健康与平衡也就随之到来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牌卡内容 这是第41张牌 想象与允许 42准备 43 结构内的灵活度 这里很有结构的意思哦 你看看 这里呢 看起来不是正的柱子 却需要我们花心力去平衡它哦 44 街层与伙伴关系 你看看这个两个人相互融合 而且站在圆盘上面 很有合作融洽的一艘 45 完美与不完美 你看这里的红色很触目惊心吧 46 风险与安全 47 主动与被动 48 清晰接训 49 重整旗鼓 50 完成并继续 女人的身体与智慧神域卡 是一款以女性疗愈为主题的牌卡 帮助女性身心疗愈 灵性成长 温柔 而且又鼓励人心 很适合想要疗愈自己的女性 购买点在金和花金 爱疗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ansas 萝 WH